大家好 欢迎您来到贝拉读书笔记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本书叫《海归交易法则》 作者是科蒂斯·费斯 我们上几期视频讲了费学的成长股理论 挖掘企业内在的价值 做价值投资 分析的是基本面 今天的这本书讲的是交易系统 走的是技术流了 只不过这个交易系统并不适用于股市 而是期货市场的交易模型 书中的海归们把这套交易系统 应用于高流动的期货交易市场 大家可以看一下视频贴图 我们先来说一下背景 著名的交易大师理查德丹尼斯 想弄清伟大的交易员是天生造就的 还是后天培养的 在1983年 他招募了13个人 交给他们期货交易的基本概念 以及他自己的交易方法和原则 学员们被称为海归 海归这个名字是丹尼斯起的 源于新加坡的一个海归农场 他提出 要像新加坡人养海归一样 培养交易者 这成为交易史上最著名的实验 因为在随后的四年中 海归们取得了年均负利80%的收益 丹尼斯证明了 用一套简单的系统和法则 可以让只有很少或根本没有交易经验的人 成为优秀的交易员 后来 海归们商定在十年保密协定 于1993年终止后 也不泄露这些法则 但有个别海归在网站上 出售海归交易法则赚钱 两个版本海归 海蒂斯费斯和阿瑟马多克 为了防止个别海归 对知识产权的偷窃行为 决定在网站上将海归交易法则免费公之于众 1983年的一天 19岁的科蒂斯费斯 应邀到芝加哥期货交易所丹尼斯的办公室参加面试 理查的丹尼斯已经是期货界的大人物了 他被誉为交易厅王子 丹尼斯三十多岁的时候 就已经把最初的几千美元炒成了几亿美元 作者说 后来我才知道 能够登上那部电梯是件多么幸运的事 有超过一千个人应聘了那个职位 但只有四十个人有幸于丹尼斯面谈 而且只有十三个人最终被选中 费斯读过股票作手回忆录 对于利弗摩尔这样的传奇生涯很感兴趣 立志成为一名伟大的交易者 而且他还有编程检验交易系统的经验 他被录取了 最后他在这届毕业生里显得出类拔萃 作者说他之所以成功 最主要的一点是 他严格遵守交易法则 而其他海归在第一个月中 没有一个人能完全遵守这些法则 出于试验化的目的 海归们学员的背景有意风散化了 有一个RPG游戏攻略编写者 一个语言学博士 一个交易员接象棋冠军 一个会计师 一个职业21点玩家 还有几个是有经验的交易员 当然共同的特征是 这些人都很聪明 都有赛局理论和策略方面的背景 也对概率学有研究 首先是培训 一个月的培训期结束以后 丹尼斯评估他们的表现 有些海归拿到了100万美元的交易账户 其他一些不到100万美元 还有一些继续用他们的培训账户交易 作者则将操盘一个200万美元的账户 在整个海归计划期间 他的账户始终是金额最大的一个 我们来看第一章 玩风险游戏的交易者 作者先介绍了整个交易行业 高风险 高回报 玩这个游戏是需要勇气的 这也是对交易者事前的警告 交易者和投资者 两者之间的区别往往模糊不清 许多自称投资者的人 实际上在做着交易者的事 投资者买东西是为了长远目标 他们相信 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之后 他们的投资会升值 他们会买食物 也就是实实在在的东西 巴菲特就是个投资者 他买的是企业 不是股票 他买的是股票所代表的东西 企业本身包括他的管理队伍 产品和市场地位 股票市场也许并不能反映 他的企业的正确价值 但他并不在意 事实上 他正是靠着这一点赚钱的 他会在企业价值被低估的时候买入 会在市场高估企业价值的时候卖出 这是他的身材之道 交易者们却不会去买像企业这样的食物 同样不会买下股物 黄金或白银 他们买的是股票 期货合约和期权 他们不会太关心管理团队 不会太关心原油的消费趋势 也不会太关心全球咖啡销量 交易者只关心价格 从本质上说 他们买卖的是风险 所谓期货就是约定价格到期交割 比如石油价格频繁波动 影响航空公司的成本 航空公司就会做对冲交易 在市场上做多石油 一旦石油价格上涨 成本增加带来的损失 可以通过在期货市场获利来弥补 这就是套期保值 除了航空公司和石油公司 这些对冲者 还有交易者 通过买进卖出合约来赚取差价 作者把上面提到的风险分为两类 流动性风险和价格风险 流动性风险是指无法买入或卖出的风险 当你想买的时候没有人卖 或者当你想卖的时候没有人买 一般来说 股票和现金的流动性相对较好 而房产和商品流动性就比较差 除了对冲者和交易者 经营这种流动性风险的交易商 通常被称作贸客 或者叫做做市商 他们的利润就来自于买卖价差 价格风险是指价格大幅上升或下跌的风险 同样 对冲者们通过把风险转移给交易者来规避价格风险 经营这种价格风险的交易者们 则被称为投机商或投寸交易商 投机商们靠价格的变化赚钱 先买入 然后等价格上涨时卖出 或者先卖出 然后等价格下降时买回平仓 这种交易被称作卖空 价格变动取决于市场中所有买者和卖者的共同态度 共同态度变了 价格就会变化 共同态度可能会有自触作用 如果有足够多的场内交易者持有空头头寸 却有一个大买单不期而至 恐慌可能出现 一个大买家可能会把价格推高到一定的程度 引发其他一些预挂的买单成交 这会导致价格进一步上涨 出于这个原因 有经验的贸客会在价格开始攀升的时候 迅速退出空头头寸 只做多头 而且经验丰富的交易者 不仅会早早地买入 及时退出他们的空头头寸 还会顺便多买一些 转而做多 等待价格继续上涨 当经验不足的交易者在恐慌中盲目买入时 这些老恋的交易者就有机会高价卖出 再赚一笔 第二章 揭秘海归思维 要成为一个成功的交易者 你必须理解人类的情感 市场就是由一个个人组成的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希望 恐惧和弱点 作为一个交易者 你要从这些人类的情感中寻找机会 你要了解人性 并且凌驾于人性之上 那样你才能够赚到别人兜里的钱 行为金融学研究表明 人类在不确定的环境中很容易犯错误 紧张的情绪会让他做出非常糟糕的判断 而成功的交易者 要想在市场里获得成功 就要利用其他交易者非理性的行为 也就是说别人不犯错误 你是没有超额收益的 作者说 每个人的身上都有根深蒂固的系统性 重复性的非理性 而交易者的非理性会导致市场的波动 而海归方式之所以始终有效 原因就在于它是以这种非理性的市场波动为基础的 在市场中有四种情绪左右着你 首先就是希望 你希望买入就涨 买出就跌 其次是恐惧 再也赔不起了 你想躲得远远的 第三是贪心 我赚翻了 要把头寸扩大一倍 第四是绝望 这个交易方法不管用 一直在赔钱 人类已经形成的世界观放到交易世界中 认识反而成了障碍 这就是认知偏差 常见的有以下这些 损失厌恶 对避免损失有一种强烈的偏好 也就是说 不赔钱远比赚钱更重要 沉默成本效应 更重视已经花掉的钱 而不是未来可能要花的钱 处置效应 早早兑现利润 却让损失持续下去 结果偏好 只会根据一个决策的结果 来判断它的好坏 而不是去考虑决策本身的质量 近期偏好 更重视近期的数据或经验 忽视早期的数据或经验 锚定效应 过于依赖容易获得的信息 潮流效应 盲目相信一件事 只因为其他许多人都相信它 小数定律 从太少的信息中得出没有依据的结论 我们来看看海归们的交易策略 首先是趋势跟踪 交易者是同利用几个月的大趋势进行交易 他们不会左侧交易 不会提前进场布局 而是当趋势发生后 确认了趋势才会跟踪 而当趋势结束之后 或者有明显逆转之前退出 趋势跟踪法可以创造可观的回报 而且经常成功 但出于几个原因 大多数人都不太容易坚持这种策略 第一 大趋势很少出现 这意味着趋势交易者失败的概率 要远大于成功的概率 对于一个典型的趋势跟踪系统来说 65%至70%的交易是赔钱的 第二点 趋势系统不仅在没有趋势的时候会失效 在趋势逆转的时候也会失效 海归有句话 叫做趋势结束之前 趋势是你的朋友 但趋势一旦结束 它会对你的账户造成残酷的打击 如果你不能识别趋势逆转 那么就将迎来巨大的获利回途 甚至亏损 第三 趋势跟踪法需要相对较大的资金量 才能确保合理的风险控制 这里指的是期货交易里的保证金 说的是 你必须留有足够的保证金 否则很可能在趋势逆转的时候 被强行平藏 还有第二种策略 叫做反趋势交易 它跟趋势交易截然相反 趋势交易者往往在价格创新高买入 而反趋势交易者 则要在这个位置放空 他们的依据是 新高往往会预示着巨大的下跌压力 回落的概率要更大 第三种策略叫做波段交易 类似于趋势跟踪 只不过更短期 在震荡市里面高卖低买 一次成功的波段交易可能只有三四天 第四种策略是当日交易 这个在期货市场里才会出现 一般分为头寸交易 墙帽子或者套利 基本他们就吃一到两个点的利差 不停地买入卖出 一笔交易可能只持续几个小时 以上每一种交易策略 都有适合的市场环境 市场状态也分为四种 第一种是稳定平静 也就是不涨不跌 波动很小 这对于交易者来说是最差的时期 第二种是稳定波动 每天波动很大 但如果放大到月线图上 发现还是没涨没跌 第三种是平静趋势 缓慢攀升或者缓慢下跌 适合趋势策略 第四种是波动趋势 价格波动大 无规律 偶尔有短期的逆转 这正是反趋势交易者最爱的行情 压力和阻力都会比较明显 作为一个海归 从来不去预测市场的动向 而是要会寻找市场处于 某种特定状态的指标信号 这个很重要 必须再说一遍 不要去预测动向 而是要去寻找市场处于 某种特定状态下的指标信号 换句话说 不预测市场 只判断市场 并且拿出正确的策略应对 第三章 海归培训课程 前面的理论讲完了 作者开始介绍海归课程了 先是破产风险 比如玩一个指骰子的游戏 如果你扔出来 四五六钟的任何一个面朝上 那你就赢了 你压一块钱 就赔你两块钱 相反 如果扔出来一二三 你就赔掉压注 如果你口袋里只有一千美元 你每次会压多少钱 一千美元 五百美元 还是一百美元 问题在于 虽然这次赌博对你有利 你仍然有可能赔钱 如果你赌得太大 而且一连输了太多次 你就可能把所有钱赔个精光 丧失继续玩下去的机会 在前两次投资中 你有25%的可能性 两次都输 所以如果你每次都压上五百美元 你在前两次投资中就有25%的破产风险 破产的风险随着你压注的增加 就会成倍的扩大 要控制破产风险就需要资金管理 首先 海归交易者会把头寸封成小块 这样即使输了钱 也只是损失了一部分 其次 以市场的每日上下波动为基础 为每一个市场计算出一个特定的合约数量 目的是让所有市场的绝对波动幅度大致相等 从而确定投寸规模 海归们还要学会使用限价订单 而不是市价订单 这主要是大资金的考虑 如果你资金量很大 还用市价成交 那么你买入的过程就会推升价格 而限价订单就不会 他会把价格限定死 然后过了这个价格 他就不会再成交 另外 海归交易者还需要学好期望值管理 什么叫做期望值 这个词来自于赌博之中 期望值为正就说明有希望赢的游戏 比如21点 他们掌握了技巧之后 就可以获得更大的胜率 而期望值为负的游戏 包括轮盘赌和纸骰子 基本优势在于赌场一方 长期赌下来 赌客们是一定会输的 所以海归们就要像赌场老板一样去思考交易 损失只是成本 你做一次交易承担的损失 为的是测试赚钱的机会 他们学会了用历史走势来判断系统的期望值 比如期望值是0.2 那么就意味着你投入一块钱 能获得两毛钱的利润 通常情况下 亏损期是盈利期的前兆 一个有效的交易系统 不要怕亏损 亏损就是盈利所必要承担的成本 所谓有舍才有得 来看趋势跟踪 趋势跟踪的基本策略 就是在一个上扬趋势刚刚开始的时候买入 在这个趋势即将结束之前退出 市场有三种容易形成的趋势 向上趋势 向下趋势和水平趋势 导师要求海归们 在市场刚刚从水平趋势 转向向上趋势的时候买入 在向下趋势即将开始的时候卖空 趋势结束之后就立刻退出 所谓趋势结束 就是指市场再次由向上或向下趋势 变成了水平趋势 海归使用的方法叫突破法 简单来说 就是在市场突破前期价格水平时买入 他们使用两个系统 一个看中期的趋势 是以二式均线为基准的 另一个长期一点 以六式均线为代表 如果价格最高点突破 并成功站上均线的时候 二式均线和六式线 全部都指向多头 就代表趋势发生 对应策略买入 而当价格下跌跌破均线就卖出 听上去很简单 这里必须插一句 这个做法只能抓大趋势 如果遇到震荡时 是会失灵的 这里再次强调 作者他们实际操作的是期货交易 并不适用于股票 没有杠杆 根本没有利润空间 作者总结了海归培训课的内容 有四个要点 第一个 掌握优势 找到一个期望值为正的交易策略 因为长期来看 它能创造正的回报 第二管理风险 控制风险守住阵地 否则即使你有一个期望值为正的系统 你也等不到它创造成果的那一天 第三要坚定不移 唯有坚定不移地执行你的策略 你才能真正获得系统的正期望值 第四个 简单明了 海归方法的精髓 其实很简单 抓住每一个趋势 你的大部分利润 可能就来自于两三次成功的交易 所以不要错过任何趋势 否则你全年的努力 可能都会化为抛影 这很简单 也很容易理解 只是不容易做到 实际操作开始了 大部分人比较保守 不相信海归策略 不敢把仓位放大 作者是唯一一个 敢于在信号出现后满仓的人 但很可惜没多久就开始震荡 按照系统操作策略 应该持有跟随调整 但又是只有作者这么做了 其他人早早了结了头寸 很快价格就反弹 并站上了更高点 最后合约交割前 作者退出了交易 他从1月以0.84买入民用燃油合约 后来价格很快就涨了 他也很快加到满仓 然后在2月之前退出价格在1.03美元 他的账户总盈利是78000美元 但是其他海归盈利的三倍还要多 作者说系统是一样的 培训也是一样的 这不是交易系统的问题 而是心理素质的差异 结果 办理只有几个人 足够拿到了丹尼斯 所承诺的100万美元 因为李奇对他们执行系统的能力 有信心 其他很多人只得在 接下来的几个月中 继续用那个小账户交易 作者是最优秀的 丹尼斯给了他一个 200万美元的交易账户 显然 他是应用海归策略最彻底的人 第四章 像海归一样思考 作者说尽管交易方法 可以传授给大多数人 但还是有些人 比其他人更适合做一个交易者 优秀的交易者要具备以下素质 第一 避免结果偏好 新手想预见未来 而一个海归交易者 考虑的是现在 他们不在乎对错 买错了就止损 正确的操作 比判断正确更重要 作者说 如果你交易大部分都是错误的 说明你没有试图预测未来 而且你有了心理准备 直到任何一次操作 都有可能赔钱 实际上 一个正确的交易 就是由更多的买入错误构成的 第二 避免近期偏好 很多人对过去同样考虑过多 他们念念不忘过去的错误 过去失败的交易 海归们却从过去吸取经验教训 但不会为过去而烦恼 海归交易者 从整体角度观察过去 不会特别重视近期的事件 最近一段时期 并不比历史上的 其他任何时期更重要 只是会给人这种感觉罢了 大多数交易者 都会被近期偏好所折磨 颇有粉刺意味的是 似乎正是在其他所有人 都放弃之后 趋势才会出现 而且往往可以轻松把握 大有斩获 交易就跟保险是一样的 你不确定这一笔交易是赚钱还是赔钱 但能够确定你一直这么做下去 肯定是可以赚钱的 其实所谓交易系统就是大概率的事情反复做 如果一个事情的胜率能达到60% 那么你就可以赚钱 如果一个事情的胜率只有50% 那么你通过减少亏损的幅度 扩大盈利的空间 还是可以赚钱 所以技术交易 就是要利用统计上的正态分布 所以海归们其实也不知道 每一笔交易到底是赚钱还是赔钱 但他们知道在某一特定位置 是盈利大于风险 还是风险大于盈利 甚至有些位置 他们知道 可以得到5R 10R 甚至20R的机会 其中5R的意思就是说 盈利是风险的五倍 冒着赔一块钱的风险 却有赚五块钱的机会 无疑这就是一个好的交易 第三 避免预测未来 要克服第三种偏差 必须从概率的角度来考虑未来 而不是摆出一副预测的架势 作者的朋友们 听说了他在海归计划中的成绩后 总是没完没了地问他 市场下一步会向哪个方向变化 每个人都想当然地认为 既然他是一个著名的 培训小组的成员 并且在期货交易中赚了几百万美元 一定对未来有准确的判断 他的标准答案令他们大跌眼镜 我不知道 事实上 作者说他确实不知道 他的自己预测市场的能力 可是没有半点信心 事实上 他一直在有意地克制自己 从不去试着预测市场的未来动向 在这一点上 交易与保险非常相似 交易中充满了不确定性 你不知道一笔交易会不会赚钱 你充其量只能相信 从长期来看 你的回报将大于你的风险水平 第四 对交易结果负责 作者认为 在交易世界中有一个常见问题 也是生活中的一个常见问题 许多人喜欢把自己的失败 归咎于其他人 或者归咎于不受自己控制的外部环境 他们会责怪每一个人 除了他们自己 不愿对自己的行为及其结果负责 也许就是他们最重要的半因 在交易中 坏习惯会让你充分暴露自己的缺点 并且都会反映在最后的结果上 如果你交易做错了 即使某一次能赚钱 长久下来肯定会赔钱 总是怪别人 不从自己身上找原因 那么最终的代价就是赔钱 海归们必须时刻记住 钱是你的 交易也是你做的 所以说什么都没用 你必须对结果和你自己的钱负责 每次交易之后 必须要总结 如果交易做对了 赔钱了 这应该得到鼓舞 如果交易错了 但赚钱了 这必须要赶紧反省 好了 第四章讲完了 时间也差不多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吧 本书的下半部分会尽快推出 北拉读书笔记 感谢您的陪伴 让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